1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有关情况 并答记者问 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马小伟表示 目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处于防控关键时期 疫情呢,处于一个 目前的情况看是一个形势比较严峻复杂 处于防控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从传播的范围看 目前疫情在武汉呈现出了爆发 全国范围是个多点散发 全国除西藏以外三十个省份也都有了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 周边国家也发现了病例 港澳台地区也发现病例 从传播的特点上来看 病人早期体温不高或正常 轻症病例较多 存在隐性感染者 病毒的传染性又增强趋势 行走的传染源大大增加了防控的难度 马小伟说 当前疫情发展速度加快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同联防联控机制的成员单位 在开展疾病溯源和技术指导等工作的同时 继续与武汉为重点强化各项防控措施落地 将湖北武汉的防控工作作为正中之中 设立前方工作组 督促地方迅速关闭相关市场 严格加强对野生动物养殖 贩卖交易餐饮的管理 打击非法交易 暂停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汉通道 内防扩散外防输出 马小伟表示随着防控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 预计在一段时间内防控的措施会陆续产生作用 发挥效果 会上有记者问及一线医院物资缺乏的状况如何缓解 对此马小伟回应道 协调安排中央医药储备向武汉紧急调用物资 调用防护服 口罩 手套 防护镜 等 医用物资 到昨天晚上 武汉市的医疗卫生资源 以调整情况 有了明显的改进 新开放了2400张床位 从军队到地方 有2360多人 医务人员 已经到达了武汉 未来三天内 武汉还有可能开放将近5000张床 医疗资源 紧张 看病男住不进去院的情况 将会有所缓解 那么一个是动养中央储备 把中央储备的所有的防护服 全部调集到武汉 第二 从其他兄弟省区 也紧急调动了一批物资过去 今天我们紧急启动 把周边的也调动了 一万多套的物资送过去 那么未来呢 我们国际采购的 这个22万个 这个 这个 也在途中 会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高福也对病毒变异情况 做出介绍 他表示 目前还未发现病毒变异的证据 是因为冠状病毒 它有别于其他病毒 而这个病毒 他从一开始发现 一直到今天 不管是环境 分离的病毒 还是人体 早些 分离的病毒 一直到今天的病毒 没有看到它明显的变化 就是因为它 病毒之间的差异 非常小 都小于1% 所以呢 现在还 应该说来 还在进一步的 密切监视和观察它 此外 高福也表示 目前新型肺炎 暂无特异性药物 药物测试也需要时间 他说 当前的先进医疗技术 研究出疫苗 只日可待 但是认识新生事物 需要一个过程 要给科学和科学家时间